有知情人在网上爆了一宗大料出来 他说中国大陆正是步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局 看新闻可能今次大陆真是会出事 其实不是现在的了 大陆的危机酝酿了很久了 看谁的手段能够掠低对方 就这样的,11月4日就是刘少奇的忌日 在北京有个125周年刘少奇去世的纪念音乐会 刘少奇的儿子刘元就在大会里面借题发挥 说了一番话,直接宣布中国到了今时今日 不可以被一言堂来控制整个中国 他还说当年他父亲刘少奇是反对独裁 反对个人崇拜,所以就被人暗算 其实他一语相关就是射影习近平用这些手段去排除异己 喂,照这样看来,是不是就是说习近平暗算李克强啊? 什么刘少奇的儿子吃了炮子胆啊? 不怕习近平吹低他吗?这样说话? 哎,刘少奇的儿子说得这番话 他自己都肯定有后台了 王岐山控制那个财身网啊,直接为李克强抱不平 你知不知道,在李克强的葬礼书 李克强的女儿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不肯和习近平夫妇握手 还将头转转了,眼尾都不看他们两夫妇 喂,他不怕习近平动他吗? 哎,习近平不空理这些小事的 李克强的女儿对习近平根本没威胁 无需浪费弹药费啊 网上有这样的消息出来了 说全中国各地一共有3万的特种兵 从全国各地向北京那边 留夜兼程赶去保护习大大 喂,照这么说,可能刘少奇的儿子都挺大势力啊 要不然习近平不用召集那么多特种兵去保护他啊 不过有网上风水路就跟习近平看过相 说习近平今年的流年不利,可能会有血光之灾 说起习近平,英国有个预言家叫做柏克 他的预言都挺准的 当年英国女王还生勾勾的时候 他已经预言英女王很快就会去世 谁知三个月后英女王就在他预言的时间里面突然架崩 他现在预言中国在2023年的年底 将会有大领导人过世 现在美国11月15号就有个国际峰会 所以拜登就要请习近平去参加的 网上的人就传得很紧要 叫习近平千万不要去美国啊 去了你就回不了了 预言这件事就见仁见智了 按现在大陆的形势 习近平一旦离开 他的王位很可能就被人霸了 有网民就说说大陆的公务员没粮出 因为大陆的公务员人家叫铁饭碗的嘛 没理由没粮出的 因为国父没钱嘛 一早就给那些贪官把钱搬走去外国了 这搞法真是民怨冲天啊 怎样现在在大陆的有钱人都不行啊 有新闻就这么说 在中国的生意人接到通知 凡是他的生意有流动资金超过三千万的 立刻要上缴百分之二十给政府 要不然你要面对一个查税的风险了 照这么说来 政府不止光天化日在那里打劫 还要威胁那些有钱人 很离谱而已 你不要说得这么难听 习大大说这些是共同富裕 有钱就大家分咯 不要这么计较啦 其实习大大现在就是大小通吃啦 本来习近平捉贪官就皆大欢喜啦 但是他现在连公务员又没粮出 那些平民百姓了 又要黑扣他们的衣保 经济又搞到这么不行 又向有钱人开刀 嘿他这样搞法啦 还有什么人支持他呢 还有网上新闻还有这样的报道 现在国际上各个国家的纷争发现了支持恐怖分子的 竟然间有很多中国的特工 在哈马斯的地道下面发现了里面的很多道具 建筑全部都是从中国去的 还有哈马斯当地几百公里庞大的地道 是由中国工程师、地道专家 在当地设计和施工 那班工程师很害怕因为战争已经开始了 他们害怕就在地道里被人捉住做俘虏 所以就向哈马斯当局要求回中国 但是哈马斯军方就不肯放人 他说你们这帮中国的专家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背后支持我们的就是中国政府 现在最糟糕就是总上另外还有这样的新闻 就说是由以色列的军方传出来的 当地所有地道的出口已经被以色列的军队控制住了 发现原来里面不止几个中国大陆专家 而是整个大陆的攻兵团 以色列军有三种方式对付地道里面的人 一就是放毒气 二就是灌水 三就是活埋 如果这段新闻是真实的 大陆那边不认都不行了 还有如果以色列用任何一种方式对付地道里面的人 他们都会全军覆没的了 那有一样东西我真是不明白 其实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打仗不关我们的事 为什么中国要插手下去呢 没利益的 怎么会没利益呢 习近平的百年变局就是想统治全世界 现在中国的官方传媒百度已经在国内发行了新的国际地图 他将以色列国家的领土转了为巴勒斯坦的国土 就是说以色列已经消失了 有没有搞错啊 人家整个以色列国家在那里 大陆为什么要出版这样的国际地图呢 因为习近平的所谓百年变局计划当中 当哈马斯用五千多个导弹攻击以色列的时候 已经将以色列国土炸为平地 哎他真是蒙上天海了 哇那么容易吗 哎现在习近平啊 那个王位坐不坐得稳都成问题啊 一早有二言说中国随时改朝换代啊 其实改朝换代就有先兆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四千年来有四十次改朝换代 是出现了五星连珠 即是天上的金星、水星、火星、木星、土星连成一线 这样叫做五星连珠 凡是出现这样的天象就是空兆来的 有些人就这样说五星出东方连珠就来中国啊 后来证实了是皇帝手下那些奸臣为了讨好皇帝 就说五星连珠是吉祥之兆啊 在历史记载清朝年代的康熙就拆穿了手下那帮奸臣 在那里胡言乱语五星连珠绝对不是好的先兆 在1725年三月清朝的雍正皇朝就出现了一次五星连珠的奇观 那些群臣看见有这样的天象就立即觉得 这个就是讨好皇帝最好的机会了 于是就纷纷上咒接 恭贺雍正皇上国魂亨通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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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雍正看完年庚瑶那个咒接之后 怒火重天 你们这帮朝廷的大臣竟然将朝贤直剔 写成了直剔朝贤分明是藐视朝江 立即宣布将年庚瑶的财产充公 还要将他府远大将军的碎印全部交出来 将年庚瑶即日贬为庶民 但是有科学家对五星连珠这种天文现象 他有不同的解释 他说当这些星球连成一线的时候 太阳风暴就会释放了很大的能量的冲击力 甚至可以造成数十亿个核子弹的爆炸力 向地球输送磁场和辐射 令到地球大规模地方停电 通讯会全部失灵 在2022年6月19日 外太空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天文奇观 出现了七星连珠的景象 严重到加多两颗星是天王星和海王星 构成一条直线 那就是七星连珠了 所以这两年之内是非常之空笑的 说起上来 我记得以前有个开了天幕的人 他就看到一出现五星连珠 皇帝就会随时架崩 还说时间有长有短 如果要改变就要看皇帝的造化了 我记得看过一个历史记载 在春秋末年宋景公主政的时候 有一年就出现了凌惑守心的天象 凡是出现这种这样的星象 影真不行的 意思就是会出现战争死亡兵变 对于当年的宋国来说 就将会有大难临头了 宋景公就怕到发世蹄腾 立即召见大夫指挥 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这种凶兆 指挥就说 这种灾难就摆明在国军身上 但是灾难可以转移给丞相 你如果同意的话 我立即可以做法事 宋景公就说不行 丞相跟我一起治理国家的 怎能够嫁祸给他呢 指挥就说我还有一个办法 将这些灾祸转移给百姓 宋景公你就安然无事了 宋景公就说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我是一国之君 没有理由将自己的灾难转移给百姓 我宁愿自己承受一切灾难 就算是死我都心甘情愿 指挥又说我还有最后一个方法 将灾难转移到今年的修成里面 宋景公就长叹一声一旦失收 会有好多百姓饿死街头 我死何足色 看来我的寿命或者是到此为止了 然后指挥立即来坐 向着北方拜了两拜 恭喜国君 你刚才说过一番话 符合至高的道德 皇天一定保佑你 今晚火星肯定移位 国君定会延寿二十一年 如果今晚火星不退 我甘愿一死 果然当晚火星离开深宿 连续后退了三舍 即是为什么? 在古代来说一舍是三十里 三舍就是九十里 意思就是五星连珠已经拆散了 那就解除了凶兆 这个宋景公心地仁慈可以感动上天 有时天象的事就不到你不信 在北宋967年的时候 又到了五星连珠的凶险天象 赵康印这个皇帝是怎么逃过这一劫呢? 正因为前朝皇帝柴榮因为灭伐 所以就造成整个朝廷都要承受大灾难 根据历史记载 当时是这样的 有一个很大的观音菩萨像是用铜铸做的 那些人怎么打都打不烂 后来这个柴榮亲自上镇 他拿着一个巨型大夫头 向着观音菩萨的童像兜胸口砍下去 那童的观音像就穿了一个大窗 后来柴榮的胸口就生了一个大妈仓 无法医治 他在痛苦中死亡的 那当然啦 菩萨像他都硬硬去打烂 到了赵康印登基的时候 这个五星年珠仍然未退 所以他就立刻召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道士 叫做苏晴 怎样能化解这个五星年珠的胸像 道士就说 我无欲而文字坡 即是为什么呢 前朝皇帝柴榮 为了要拿佛像里面的铜 将全国铜的佛像 用光它来做钱 这个柴榮皇帝是坏啦 他怎知道贪钱呢 侮辱神明啊 生生世世他都要受苦啊 那这个赵康印皇帝 立刻下令 重建大佛 哇 于是地下竟然奇跡 涌了很多铜上来 那些河流到处都飘了很多大木掺出来 哇 他就有材料 可以大兴土木见佛像咯 所以在中国河北的龙兄子 就建成了十二丈高的大悲国观音像 在赵康印这个皇帝亲自带领之下 全国大举洪传佛法 并代前朝的皇帝柴榮向上天忏悔罪恶 于是乎就出现了奇跡 开启了宋朝的盛世 对了这个三十三米高的大悲国巨型观音像像 一千多年以来 直到今时今日 无论狂风暴雨天灾地震 这个观音像像仍然是额纳不倒 到了今天 世界是霧霾狗志不去 正式是魔鬼统治世界 所以刻不容唤要面对社会的回归主题 是如何适应自然改善生态环境 天人合一 借鉴历史的兴衰 人类的出路是有化解的机缘的 唐人家愿意见闻 中国正步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局 节目是由倚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 请点赞和订阅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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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请订阅 明镜 请订阅 提供 请行 请订阅 明镜 感谢观看